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27日 已經是星期五 這節其實也是突發的環節 本來預備的節目也要被這節養老了 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 突然傳出他心臟病發 搶救無效 在上海過世 這件事是不是人在幹天在汗呢 他在3月份告別國務院的時候 說出這番說話 當時 很多人都 以有所指 究竟是人在幹 誰在幹甚麼呢 天在汗 實際上李克強在 這幾年 可以說他的權力是進一步被習近平上讓 也都全面被架空 但是去年大家記不記得 傳了好行的習下理上 就是習近平要退 要換李克強 當時 很多人說這些謠言 是假的 但是 直至這個二十大 10月22日 一年前的10月22日 當日 大家記不記得 胡錦濤 就被習近平 當場的 找人把他架下 很明顯 發動了一場政變 而當時傳出 習家軍全面控制整個政治局 之前沒有人相信的 為甚麼呢 因為覺得 元老還沒有死掉 還有胡錦濤 還有江澤民還沒有死 當時 一直傳出這個問題 我們這節要和大家 繼續探究一下這個問題 去年在5月左右就傳出這個習下理想 因為習近平把中國經濟搞到崩潰 尤其是上海 4月份的封城 使得上海即時停頓 大家想想 從來沒有試過這樣經濟停頓的上海 突然間 來個急煞車 急煞車是使得上海人仰馬翻 這件事 肯定是刺中了整個中共 因為 上海是中共的經濟命脈 長三角的龍頭 突然間一個煞車 不只是上海受影響的 是整個長三角地區 所有人都沒有煩開 但是習近平不理這件事 繼續堅持清零 繼續堅持封城 李克強 有沒有印象 他召開了一個10萬人大會 當時 當然不是全部看了北京 是10萬人的視像會議 跟各個省市 自治區 縣 鎮 書記 那些官員 開了一次大會 這次的規模 好像當年 餓死人之後的7000人大會 是不是要聲討老毛 是不是要老毛退居而善 當時 大有勢頭 似乎 李克強是得到元老的支持 要他取代習近平 很多人都說這是假的 不可能的 他牢牢掌握著軍權 但是你想想 如果這些事情 不是真的發生過 他需要 在全世界幾十億人面前 把胡錦濤 差不多是 發動政變 把他趕走 臨走的時候 這個 胡錦濤還是拍一拍 李克強的肩膀 李克強當時也不知道什麼反應 因為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場的人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有胡錦濤一個知道 估計就是 裏面的名單改了 不是啊 接下來的中央委員名單 接下來的官員名單 政治局常委的名單 不是這樣的 大家談好不是這樣的 被人抓了出會場 李克強也不知道有什麼反應 我們的估計就是 他們根本就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有 當時的栗戰書 王滬寧 習近平知道了什麼事 當然還有胡錦濤 不對勁 我們當初談的不是這樣的 李克強之後 沒有辦法 整個局勢被人控制住 裏面的人 也不是 只是 國務院 實際上 實權已經被習近平架控制了 裏面很多東西被人分管了 這些職權 軍隊控制不了 公安控制不了 所有人都被習近平控制了 沒有辦法了 只能下台 下台說了一句好不甘心的說話 人在幹 天在漢 他用普通話來唸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 突然間 退休之後 大約半年左右 三月份 退休了 正式退出了歷史舞台 李克強實際上 也挺坎坷的 因為當初李克強 當副總理的時候 胡錦濤已經是 想指定他做接班人 當時叫商理體制 我跟大家節目提過 就是李克強配李元朝 李克強當時 就是胡錦濤屬意的繼任人選 由李克強當總書記 由李元朝當總理 結果突然爆出了習近平 就是因為 江派 和團派之間的樂鬥 最終 他們那邊爆音毒 其實真的是曾慶紅 搞出來的 我們找一個中間的人 又不是屬於江派 又不是屬於團派 又不是屬於太子黨出來 結果當時的太子黨也認同 覺得江山是我們的 給我們的人做得對 結果他就覺得這個是老實人來的 然後 就找了 他出來 因為當時還有一個大位 那個叫做 薄熙來 薄熙來 其實普遍的人都很看好薄熙來 覺得他有魄力 又懂英文 也是夠膽實幹 當時他在遼寧的時候 主席遼寧的時候 周圍種了花 種了草 整個遼寧搞得很漂亮 把瀋陽搞得很漂亮 大連 搞得很漂亮 所以當時他另外一個名字叫薄熙草 做商務部的時候 外界也覺得他的能力是挺高的 絕對比習近平高很多 結果薄熙來就被鬥倒了 參與政變 聯合溫家寶 胡錦濤就鬥倒了他 江派推了一個人出來 當時胡錦濤就接納了 覺得也可以接受 這傢伙還未上位之前 當然是 很搓江澤民鞋 亦都捧胡錦濤 胡錦濤 最終覺得 跟江澤民鬥了那麼久 被你駕空了十年 做十年也是無法做事的 他就希望 找一個人出來 徹底可以擺出江澤民 他就把軍委主席交出來 軍委主席的銜頭 正常胡錦濤做了八年 因為當時江澤民 兼任軍委主席 退休之後做了兩年 不肯下來 直至他全退之後 亦都留了兩個 隨彩口郭霍雄 實際上 仍然控制著軍隊 胡錦濤在軍隊裏面 沒有甚麼控制權 還不到甚麼事 所以當年大家記不記得 民川地震 初初都指揮不了軍隊 溫家寶也指揮不了軍隊 因為徐塞厚和郭白鴻指揮 到了最後 雙方共同 認為習近平很敦厚 很老實體的款式 也是 沒有甚麼殺傷力的 我們隨時可以換人的 那就給他上了 結果 給他上了之後才會後悔 才會嚴重 所以 去年傳出這個集下理想 我覺得是有 某些根據 當然我們有沒有證據呢 可能要很多年之後才有機會 爆到更加內幕的資料 但是我們當時覺得 這個 說法是有根據的 你看到他做的事 你看到當時李克強做的事 似乎是得到 這些元老的後面的支持 當然 最終就是習近平透過發動一場政變 控制 主要是特勤局 公安 以及軍隊 發動一場政變 將所有元老勢力 殘除 當然 團派也被他屯滅了 所以 李克強也可以說真的 很坎坷 權力掌不了 竟然 退休之後被人掛斷 大家想想 第一個 中共領任總理 中共領任總理 周恩來死在印內 因為是蓬肝癌 老木不讓他做手術 強硬要被捕死 之後的總理是誰 之後的華國鋒 相對好一點 下台而已 華國鋒下台之後 九十年代 九幾年才死 好像 2000年之後才死 我一時間是九十多歲 很長命 再之後的總理 趙紫陽 也很長命 也沒有死 也沒有被他做壞 這次可以說是 第一個 被人做壞的總理 真是死於非命 這個李克強 你想一下 無端端68歲 哪有那麼容易死 看他的樣子也不像心臟病 在中共的 字典裏面 想你有甚麼病 最好解釋的心臟病 誰可以查得到 現在 團派斷滅了 究竟有甚麼人 可以對這個政局發揮 影響力 實際上是沒有的 也沒有人可以反對他 現在 反而反過來 習近平 一定要 消滅李克強 還有甚麼人他一定要消滅呢 就是 去年支持 習下 李上的人 我想他會逐個逐個 向哪些人 清算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大家進來聽 節目第一時間 先按LIKE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